这里有心地善良的动物 充满力量的动物 骄傲自负的动物 以及充满谜团的存在 恐龙 在不可思议的阿尼亚冒险王国里 有各种生物 只怕这片大地的是动物 又或者是恐龙呢 现在我们就来拉开序幕 一起欣赏这里所有生物的故事吧 阿尼亚冒险王国 因为火山喷发导致岩石掉落 绿洲的水正在不断减少 鲁塔他们为了拯救危机 离开村庄踏上了旅途 为了移开巨大岩石 他们决定去找力气很大的猩猩 然而却遇到了一群恐龙 从恐龙的袭击中 拯救他们的是流浪的印度西赛勒斯 可以请你带我们去猩猩森林吗 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们 为什么 因为我迷路了 糊涂的赛勒斯成为伙伴后 鲁塔的冒险将继续下去 这边了 那边了 恐怖的森林怪力王 各位 你们在哪里 赛勒斯 我觉得很开心 咦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很寂寞 所以能够加入你们我很开心 赛勒斯 鲁塔 你们想要守护水踏村对不对 放心吧 现在开始就由我来保护你们吧 谢谢你 这个气味 气味改变了 差不多要到猩猩森林了 终于到了吧 糟糕 紧张起来了 大家 走吧 鲁塔他们现在应该到森林了吧 真令人担心 猩猩的首领真的会愿意帮助我们吗 老实说 应该不太可能吧 毕竟 那家伙 不 不好意思 有动物在吗 没问题吧 听说遇到猩猩就没办法平安无事 我才不要那样呢 呦呦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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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放心 交给我吧 没问题吧 呦 星星 我们有事想拜托你们 呦 呦 你要再更有礼貌一点才行啊 呦 咦 你怎么 哪 哪 哪 那是 啊 啊 啊 怎么会 哟 我是印度西 塞勒斯 你就是首领吗 没错 我的名字是席尔瓦 银背大猩猩 席尔瓦 银背大猩猩 我来说明吧 银背大猩猩 就是一种在背上长出银色毛发的猩猩 找我们 有什么事 我想请你们拯救 水踏村的危机 你说水踏村 之前有座火山喷发 导致一块巨大的岩石掉到了绿洲 能移开它的 就只有力气很大的猩猩们了 所以说 拜托你们 我拒绝 我们不会帮你们 回去吧 为 为什么 真的非常抱歉 哼 不过 请老大不用担心 下次一定会成功 骑黑火焰 你们几个到底打算要做什么 给我走开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什么 铺铃 你最好别反爱我们 好了 你们快回去吧 怎 怎么这样 帮我们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水踏村可是陷入危机了耶 你不懂就别乱说 怎 怎么了 干嘛生气啊 如果你们 这一不肯回去的话 真是有趣 你想用武力逼我们回去吗 要打吗 要打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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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到旁边去 接下来轮到我表现了 嘿嘿嘿嘿 钢铁之区 印度西 对上森林怪力王 大猩猩 阿尼亚对决 开始 要上了 赛勒斯被挡下了 打架了 是是是是是 还没结束呢 赛勒斯 打算战时对希尔瓦醒出冲撞 冲出去了 和山亥 赛勒斯被撞晕了 性儿瓦还跳起来了 被打败了 胜负揭晓 获生的事 大猩猩评尔瓦 你也没什么嘛 我 塞勒斯 好痛 怎么会 塞勒斯居然输了 还想继续吗 该怎么办呢 快住手 卢唐 给我滚开 你明明这么强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呢 拥有那股力量 说不定就可以离开岩石了 只靠我们是做不到的 所以拜托你了 喜而我 请拯救我们的村庄吧 之前对我说不需要我的力量的 是你们这些水塔村的动物不是吗 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 那家伙汤 长老跟艾米他们果然 认识银贝大猩猩西尔瓦 我 没办法原谅村庄里的那些动物 告诉我 西尔瓦跟水塔村之间发生了什么 对水塔村带有强烈愤怒的西尔瓦 究竟 在水塔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嗨 我是艾迪 Everybody 预备 阿里亚 许识台 今天是长颈鹿 艾米 长颈鹿是有长脖子跟脚的哺乳类 它长得很高 所以可以吃到其他动物吃不到的高处的叶子 它可以俯瞰远处 所以可以很快发现靠近它的肉食动物 不过相对的 它也看不到自己的脚下 为了不要跌倒 它会很小心地走路 真是Cu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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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ta 是否能够把希尔瓦带回去呢 下集 大型身手的希尔瓦 属于我们的大冒险 阿里亚 猜拳 剪刀石头部 下集也要来看哦